梁山醉草包的好汉 妻子与他人私通却假装不知 最终死得莫名其妙 提及醉草包的好汉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想必有人会想到林冲 林冲号称豹子头 前身乃东京八十万进军的枪棒叫头 本夜活得一事无忧 潇洒快活 哪知林冲的娘子太过于美丽 被高崖内看上 接二连三地遭受高崖内的欺辱 然而林冲得知此事后 却不敢找高求的麻烦 反而提了一把刀 守在了陆渝侯的家门口 眼见林冲可气 高求又惊心不下一个陷阱 最终害得林冲似佩梦州 临走之时 林冲竟残忍地写下修书一封 害得林娘子哭得死去活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林娘子不愿改嫁 一直苦等林冲 可林冲转身就上了梁山 并没有将林娘子接到梁山 林娘子在绝望之中苦苦挣扎 最终选择了上梁自尽 林冲为何会如此凉薄 或许林冲认为 继续与林娘子相好 会影响自己的前程 原来根据原著的设定来看 纵将活捉高求之后 林冲并没有提到以命相搏 反而大大咧咧地参加了招安会议 然后放任高求回家 更让人吃惊的是 高求和林冲有着血海深仇 可林冲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 征讨方辣的战役 《水浒传》的导演 也觉得这样的林冲太过于草包 于是在电视剧里改动了林冲 让他在招安过程中和高求爆发了冲突 还没参加征讨方辣之战 就吐血而亡 林冲虽然草包 但和梁山上的另一位好汉比起来 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只因这位好汉 竟默认妻子与他人四通 提及妻子与他人四通 很多人会联想到宋江 宋江当初和闫婆西结为夫妻 只不过闫婆西的控制欲太强 宋江也是一条好汉 对男女之情也渐渐冷淡了 于是回家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可闫婆西认为 自己有着沉鱼落雁之容 不应该就此孤方自赏 没过多久 闫婆西竟和宋江的手下 张文远勾搭上了 常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闫婆西红杏出墙之事 很快就传到了宋江耳中 可宋江这人很大度 他假装不知道 任由闫婆西和张文远干柴于烈火 然而闫婆西却不安于现状 他认为自己才冒双全 为何吸引不了宋江 于是闫婆西拦截了宋江与朝盖的书信 并百般刁难宋江 最终惹得宋江勃然大怒 他人私通 此人正是并关锁杨雄 原来杨雄娶了一个妻子 换作潘巧云 这潘巧云是个二婚 而杨雄窝囊又懦弱 反而做了潘家的上门女婿 潘巧云暗中和裴如海私通 裴如海还收买了一个暴小头驼 让他五更时 到潘巧云家后门大敲目语 大声叫佛 以免偷情后睡着了 不知道时间被人发现 二人就用这样的方法 偷情了数月有余 有意思的是 在杨雄家暂居的石秀 很快就发现了 暴小头驼的怪异之处 为何久住潘家的杨雄 却发现不了 答案很简单 杨雄或许早已猜到了 妻子潘巧云和裴如海游染 但碍于面子和自身方面的原因 一直忍耐到底 当然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否则潘巧云也不会说 出嫁给杨雄两年 还不如与裴如海两夜 快活这样的话来 这样也能解释一件事 即杨雄明明了解石秀的为人 却不相信妻子与他人游染 反而相信石秀调戏了潘巧云 最终将石秀赶了出去 杨雄哪里料得到 石秀有个绰号 换作拼命三郎 他不顾千辛万苦 终于凑齐了人证物证 将这些证据摆到杨雄面前时 杨雄终于认了 可要不是石秀提前杀死裴如海 杨雄会动手杀潘巧云吗 还是杨雄知道裴如海死在石秀之手 若不杀死潘巧云 自己也会像五大郎一样 死在潘巧云的毒药水之下 你且听一听杨雄 在杀死潘巧云的时候说了什么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 一刀变割了 且叫那副人叫不地 杨雄却止住骂道 你这贼这人 我一时间误听不明 浅些被你瞒过了 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 二奶酒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 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 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 怎地生住 我且看一看 等于说若培如海没有死 杨雄是会继续放任其死 继续与其鬼混 杨雄如此思维 着实惊为天人 或许作者施奈安 也觉得杨雄过于草包 不配有一个好结局 于是大笔一挥 让杨雄死得莫名其妙 原来杨雄跟着宋将 一起归顺了朝廷 也跟着南征北战 直到征讨了方辣凯旋归来 可杨雄这小子还没抵达东京 就因为突发被窗 死在了回京的路上 笔者认为 身为作者的施奈安 花费了大量笔墨 描写杨雄与潘巧云的点点滴滴 可却对杨雄之死一笔带过 似乎有些骨头蛇尾的味道 其实 施奈安之所以如此 无非是杨雄 并不能算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汉 而是一个极其窝囊的草包 这才让杨雄死于背窗 不仅无法入朝为官 还不能像鲁之身 武松那般拥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